老百年有彩礼吗 这个所谓的说的彩礼 这就是看你当时的 你个人的情况 因为不一样 有的就没有 有的就没有人也过得挺好 像我的孩子 我们就没有 我也也是女儿 我也没儿子 我这一女儿 好多人都说 说的你得跟他们跟你说 我说现在 我说我的想法更强 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我说的 我说 我说 你跟这两家一结为庆节以后 你将来好不好 幸福不幸福 我说 取决于这个彩礼吗 对不对 或者说钱多少 钱多的幸福 是怎么回事吗 我说我现在 我感觉钱多到 他们不幸福了 钱多 你看 好多的 好多的都体会到 没钱的时候 你看都是幸福 是不是 你看从 什么都有了以后 就干 谁就因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 这个幸福不是说 你有钱你就能幸福了 他有钱 他有钱的胡闹 是不是 你没钱 你没钱 你还事儿少 这事儿 你得想开了 人跟人不能比 人比人低死 你比得了吗 你跟那明星 那明星都 都他们好几千万的那豪宅 你比得了啊 那次你也买不了啊 你说谁不想 但是呢 他不一定 他过得幸福 他不一定 他很可能不幸福 因为他是非多 对不对 你知道咱们老百姓讲话 你钱多了 起码有人给你借吧 你像那些明星 他不光这事儿 又跟你做直播一样 你一做直播肯定就 你肯定就跟你朋友得多 朋友多 他们事儿得多 你知道吗 所以老百姓过生活 就是不愿意什么 就是说 简单好 不招致 越简单越快乐 就是你 你把 你这本来 他不复杂的事 你别给弄得 弄得太复杂了 你弄得复杂了 其实对 对对方 对你 其实都没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